大家好,分享一个EXO成员朴灿烈的消息 5月17日,EXO朴灿烈的经纪公司SM透露 他们正在起诉散布有关朴灿烈私生活的虚假谣言和侮辱的人 根据SM的说法,警方确认了被告的身份,并根据建议将其送交起诉 SM还表示,他们对被告的指控之一是侵犯了艺术家的权利 SM娱乐公司一直对此作出回应并采取法律行动 早在2020年的10月,灿烈就卷入了一场关于他的私人生活和关系的争议 10月29日,一名网友在网络论坛上分享了一篇很长的帖子 他声称自己是灿烈的前女友,并与这位EXO成员交往了三年多 根据这位网友称,灿烈与他恋爱的时候 还与其他名偶像,朋友,空城等人交往,曾出轨超过十次 此外,他还指责灿烈在背后骂他的EXO成员,他们曾与他调情 这位网友补充说,这位EXO成员在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和灿烈约会的情况下和他调情 灿烈随后开始在成员背后嘱骂 这位网友还声称,由于灿烈在欺骗他,因此他没有足够的信心捍卫他 灿烈起初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后来他也承认了欺骗 在自场争议之中,朴灿烈暂停了活动 2021年的2月24日,灿烈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了几个帖子 然而,他的回归遭到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对 他们指责朴灿烈太无耻,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看待歌手 不过如今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 不知道这位散布谣言的网友是不是会后悔呢 终于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还有一位粉丝留言说,这让人挺有感触的 他说,自从2017年以来,我一直是EXO的粉丝 我的偏爱是灿烈 消息传开后,我特别的受伤害 尤其是人们开始称呼他的名字 甚至有些粉丝要求将他从组合中删除 我想为他辩护 但人们总是会反驳,你个人认识他吗? 因此,我必须远离社交媒体 我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我只是支持他的作品 希望有一天,他重新获得澄清 从那时起,我一直相信他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 仅凭我的信念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因此,我无法保持沉默 现在,他正在针对这些谣言 采取法律行动 我终于可以大声说了 希望其他人会意识到批判 批判别人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需要因此面对后果 是的,上网上说的一些没有证据的话 真的很容易 但你需要准备好面对后果 不是说完就好了 有些问题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因此,需要说话的时候,需要三思 3月29日 朴灿烈向粉丝告别 他正式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现役的军人 SM公司没有透露灿烈被分配到哪个部门 也没有透露他入伍的地点 朴灿烈是继EXO成员加入队伍的第五位成员 预计服役18个月后将于2022年的9月的某个时候退伍 朴灿烈入伍以后 他的EXO成员 薄贤也于5月6日生日那天入伍 使他成为了第六位入伍的成员 总而言之,说话要谨慎 散布谣言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谢谢 谢谢